各位老師 各位小朋友 大家好 我是晴依果灣的樂宇清 我今天要講的歌詞是三隻小豬 從天從天有三隻小豬的媽媽說 三隻小豬 你們得出去蓋房子了 大寶蓋的是大草 二寶蓋的是數值五 小寶蓋的是真塊歐 有一天大野狼來了 他看到有三個房子 他想先吹大寶的房子比較好 大野狼用力的一吹 就把大寶的房子吹倒了 再來一個 二寶的家 大野狼用推的 推一下就推倒了 另外一個 小寶的家 大野狼吹也吹不到 他也吹不到 他就想從煙窗爬進去 然後呢 小哥就燒了一大鍋 熱鍋鍋的開水 打著煙窗下面 大野狼要跳了之後 他就被燙死 燙到尾巴的 大野狼就跑掉了 的之後 大野狼看到湖中 有一個很輕鬆的水 它就坐在下面 但是它不知道下面有一個鯊魚 鯊魚看到大野狼的尾巴 就咬了一口 大野狼就啞了一聲就跑走了 謝謝大家的故事講話了